今天我们针对风湿病 风湿、泪风湿要分享一个小方子 主要适用于在阴雨天 关节疼痛、窜痛、不敢见风、不敢碰凉 或者说呢是关节麻木、酸痛、关节僵硬紧张 屈身不利、直体的这些不适 那得温则缓解、得寒则加剧 那准备中药、生金草6克、鸡血腾9克 那两容药呢,粘成粗末,放入水杯里头 加入适量废水来冲泡,闷盖 15分钟之后呢,带茶饮可以反复的加水 生金草是中国传统的屈风湿药 性味苦、心温、心能屈风、温能散寒、苦能造湿 所以啊,对于风寒湿血所致的风湿臂痛、关节酸痛、屈身不利具有疗效 那他在这里呢,主要扮演一个通的角色 那通过心温之性啊,来驱邪通关、通筋活络 鸡血腾啊,中医里头呢,是活血化育药 涮鱼、补血、活血、调筋止痛、疏筋活络 那我们说风湿病、关节痛、成因之一啊 除了风痰、失血之外呢,还有血虚的一面 那我们的血不足、正气、亏虚呢,外血就容易进来 而且啊,盘局不散 那这个啊,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呢,是比较多见的 那他们在关节不适的基础上呢 往往呢,半发肌体的麻木、酸痛、关节的紧张 这就是血不养鸡了 另外呢,风寒、失邪、日久啊 他还会伤血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血 鸡血腾这个药呢,善于补血、活血 也兼具于通筋活络 驱风除湿之下 孤儿呢,可以取用 那他在这里啊,主要扮演一个补的角色 补你的血、补你的正气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